隐藏在肌肤之下 全军出击 这把我们这边是辣美 商量是德马西亚的 要断线的 我们这把可以单开刷下去的 但是你们要注意到一点 对面的话呢 是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进化的 他们是下开的 好 这个边被耗了半血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下路 这边是最稳的 对面辅助甚至交闪现的 还把血瓶全磕了 他应该是不想回家的 玩笑这边继续带一下 可以直接拉过来打 这样刷野就比较偏快一点了 Q两下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一小的 不用管大的 这样的话两分 就是两分二十秒就可以升三级的 这是最快的刷野思路 但是红buff你得给那个的 这波可以让下路把线推过去 好我们先QA一下 死一个之后 倒在杀杀就好了 一刀天暗 等黑暗之后刷新 A才带走 锁住 被辅助换掉了 可以做一个法转鞋 也可以选择做一个这个 这样出转 这样出转其实更好一点 没选择掉 落出来了 他拉的时候可以用一规矩 打不择一秒cd 上当没法过来 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 逞出来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蓝抢掉了 蓝抢掉的话 这个瞎子就直接死掉了 去他们家红buff了 他要打王和谐去打红的 他打不完了 反手跟瞎子打架 不要跑了 先吸点血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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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对面三阿斯过来 小鸡没有了一键 第二轮小鸡刷新了 我们可以收一下 等他放一仙一我 等他放W 不放我们去这一键好了 等队拿 让队拿这个轮头 我不需要拿了 把河界的 河界没有了已经 把这个草虫拿一下 打野去下路去 让队小心一点 所以 一只 两只 你 三只 一只 打野去 chance 你 甚至 一只 側面犯的 不要不要拉到了 往前走 不进圈圈 等下猪贤就好 这不进圈的话就没办法去杀他了 还差100块钱 但是我想去守这个小龙去了 我没神界的 我先把这边的野怪打了吧 他们打到刷子也难Buff了 往中靠一下 对面打在刷懒 这不他要过去消耗吗 好我们这边刚好在附近 咱Q感觉给一声 要A一下打不出声音了 好漂亮 那对吧先带过去 限制一下对面乌鸦 乌鸦这英雄起来太猛了 无敌 一打5的 猴子打蜘蛛还可以吧 这我们先打一炮 往后走 让辅助给我们加个水炮 一起把他一堵了 已经一刀辅助 已经被破了已经 等下猪贤Q 猴子的话六起之后好打蜘蛛 越到后期越好打 前期不好打 把石龙打一下 打完石龙之后 我们回家把风暴做出来 他变蜘蛛还下毒 我们也过来一下 他这波杀不死的 先反手一打 A两下 往后先走 他闪现W 这波我们就是给他一个错觉 让他可以杀掉我们 就是我们保持好在他E的距离 就是闪现的距离里面 不往后走 他只要一旦闪现过来 我们就交易就好了 回家 打蜘蛛的话呢 只要断蜘蛛节奏就好了 蜘蛛没有抓到人 或者是对吧 节奏乱掉的就很难打了 我16岁我反应不过来 像一般的话呢 就是我们去躲忌人 都是提前去想的 提前去去考虑的 所以说就能反应过来 临时反应的话 可能会比较骗慢一点 这波就往上走 这边给个眼 然后他的话呢 是900滴血 咱们先不急的过去 我们先Q一下 下载后面的 给E先不急 打蜘蛛节奔秒的 往下这边走 不要中Q 就得E就好了 然后再往后走 继续一看 让他把我踹刀躺下去 好这时候等人先E好 不要急的过去 我们先把这波 先给E先中了 没中E下 把Q躲了一个猪 就直接秒了 就是打那个贝尔 贝尔贝斯蝙蝠侠 对吧 蝙蝠侠这个英雄的话 你必须要 必须要就是 E起的时候不要被反应 比如说你小姬开的话 小姬他入侵也去 小姬这个地方给野 你可以选择上蓝开 是最稳的 不要被入侵也去就好了 然后打团的话 人先E到他就请了 三级之后的话 只要你E到就好打 E不到就不好打 他放E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放W 你可以用走位去躲 或者是用E先去躲 他那个W都可以的 只要躲他关键技能W W可以刷新Q的 硬拿吧 流血流死 我6超重的 三杀游戏结束了 对 他攻速起来后期是比较厉害 就是看性跟攻速起来之后 比较猛 没看性之前的话 是比较偏弱的 我们蜘蛛打不过人的话 只取决于你人嫌已的闷重 就是在同等级同装备的情况下 但是很多英雄6级之后 就很好打蜘蛛 像瞎子这个英雄对吧 他前级不好打 他5级之前的话 6级之前都不好打 但是6级之后就很好打蜘蛛的 先Q杀一下 我们现在装备太好了 为所欲为 在天上不是无敌的 在天上只是说 可以规避当道技能 刚刚落手这种流血 点蓝这种是躲不了的 只是无法属于定队 他只是无法选选项我 下都不用去了 不值钱了已经 我去把中路防一塔 一塔拆一下 可惜了 night 走出来出目了 他们在打小龙呢 一打不完控制 再把红拿一下吸引血 截的大刀第一段可以躲 但第二段躲不了 就他弹的一瞬间移起来 他就没办法触发第二段 结果我们就去守这个小龙 我的小龙拿一下 蓝色打一当的话 因为我没有带 可以看天赋 我带的是群宝猎人 没有带无情猎手 然后第一件做的是风暴的 群宝猎人的话 可以加快第一件装备成型 所以我们第一件装备就出的比较快的 相当于这个风暴的话 只需要两千五百块钱 两千三百五 两千四百五 只要是我们出了一个法穿鞋的 把这边峡谷了 先给异前补起来 A他就好了 所以我们慢慢追 W往前走 先异起来就好了 不要生上门再A他一下 现在A一下Q闪拉开距离 这边Q一下 翻术选了异了 没一刀没关系 他已经死掉了 咱们把这边的峡谷拿一下 这波闪现的话 要去躲他这个Q 不然一旦被Q到他回血的同时 AR我就得死 反正正常情况下 不应该选了Q上去的 因为他已经避死了 蓝否格闪现 在空中可以吃到 奶妈大招的 但是吃不到救赎这种 想这么隐验呢 隐验做出来的话 对面魔看其实也不多 对吧 我们还是做退身吧 退身之后补帽子 退身加帽子 把河内打一下 如果确实我们家 我们家中路跟上路对吧 全世界AP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做虚空之战 更好 就打一套秒的 虚空之战加帽子 他有魔看血的 他要往下放W走 杀这个就好了 不行 预判他W 比他身上 AQ带上 不要跟小猪站一条线 小猪可以咬他的 老把他们家的一个 就是 红拿一下 上书的话呢 很容易拖自己的装备的 不太建议出 有一个 有一个戒指就好了 戒指的话呢 你350合成 你点满的话就很赚 拉过来一下 等下个植物型AQ 先看就出这就好了 好 一塔生产 因为那没给我加速了 算了 做不上了 给对点信号 这边可以直接考虑越来 有兵现在 他不一塔生产 猪权就这一秒 好 结束了 小天赋 我点的是 攻速 法强 成长生命值 回家退身 无妖的话 主要是合成路线 不平滑 这波小龙刷新 打完小龙准备 等大龙开始结束了 但是取决于你能不能遗到弹兰吧 如果说同装备 同等级的情况下 弹兰跟植物打架是 如果被遗到就白那白打不过的 如果不被遗到的话呢 对吧 看谁牵手的 如果弹兰先手偷袭AQ蜘蛛一套 那蜘蛛打不过他 就先Q一下 QA一下 如果说两个站得很远的距离 我没有遗到他 但是我们放QW了 然后一起来把他遗躲了 好 他就打不过蜘蛛了 我只需要站得不动 A就好了 而且他一定要出魔看 他没有魔看 就算 他先手A我一下 我也可以秒他的 先打不一他身上Q贼你 就这A就好了 先别急 AQ一下 再去A他 逼倒 倒放个W 这个有点蠢 对 后期的话呢 因为后期巫妖之祸 等你法创做出来之后 对吧 法权起来之后 巫妖之祸的杀 是完全是高于那个 高于那个就是风暴的 风暴就没什么用的 风暴主要是前期 他合适路线比较平滑 价格比较便宜 价格清明 孔苏